男人在手上扯下了一大块死皮,扯完后还仔细看了看,然后揣进了兜里,生怕朋友看见后嫌弃他,他叫莫菲,曾经被八只丧尸咬过,不但没有变异,反而获得了一些特殊的能力,现在所有丧尸见了他都得绕着走,甚至对他的指令唯命是从,但就在最近,他发现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整个人越来越像一只丧尸,朋友们都对此议论纷纷,这让他感到很自卑,这天,一伙匪徒绑架了他,劫匪并没有打算谋财害命,只是想利用他的能力偷点东西。 莫菲拒绝了,劫匪就绑架了他的朋友来要挟,他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只能偷偷往劫匪的水壶里吐口水。女劫匪没注意,拿起水壶一饮而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莫菲缓缓抬起自己的手。女劫匪也不受控制地举起枪,他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控制女人的每一个动作。女劫匪还以为自己出了问题,莫菲想继续尝试,这次他甚至不用做动作,只需脑海里一个念头。 莫菲假装关心,刚把枪拿到手,帽子男见状连忙上前抢脱,争执间莫菲无意划伤了他,那么划伤会不会被控制呢?莫菲决定试一试,当帽子男准备喝水时。 原来抓伤也可以被控制,莫菲露出一脸邪笑,随后他们来到了工厂,围栏里的丧尸比外面的更加疯狂,莫菲也打起了退堂鼓,他不确定自己的问题。 是否能控制住这里的丧尸,而这惹怒了胖子,莫菲趁机咬了他一口,气愤的胖子用枪指着他,让他别耍花样,否则就让他变成一只真丧尸,莫菲知道帮与不帮最后都得死,但他也不是一个甘愿等死的人。 莫菲在他们的斜坡下走进工厂,这些暴走的丧尸似乎对他并不感兴趣,接着他打开工厂的报警器,震耳的声音吸引走了周边的丧尸,劫菲也趁此机会走进工厂,来到存放药品的仓库很是兴奋。 这些药品在末世都比黄金值钱,劫匪让莫菲帮忙搬运药品,他自然不愿意,胖子决定干掉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莫菲,好在莫菲的朋友及时赶到,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几只丧尸突然冲了进来,把其余的劫匪纷纷砍食了,胖子却趁机劫持了莫菲,他哪知道此时的莫菲根本不怕他,他眼睛一闭。 胖子便动弹不得,莫菲缓缓转身看向他。 他的朋友们看到后很是吃惊,甚至有点害怕。 丧尸之王彻底觉醒,不久后,他们严重缺水,路边的房屋也早已被搜刮,只有半人半事的莫菲生龙胡胡,此时地面上传来剧烈的震动,众人向远处望去,一支丧尸大军伴随着沙场。 正向这边迁徙而来,精疲力尽的小队赶忙逃跑,他们究竟躲进了一所停尸间,就在准备关门的时候,发现尸巢中还有两个幸存者,后面一个直接被丧尸扑倒,而另一个则逃进了屋里。 房间顿时被密密麻麻的丧尸为主,逃进来的卷毛说,这些丧尸因为怕冷,正向南方迁徙,而且途中遇到独行的零散丧尸,也都会选择加入群体。 卷毛话音刚落,丧尸就冲破了房门,几人无奈只能继续往里面逃命,停尸阁变成了最后的避难所。 突然,他们听到停尸柜里有动静,老白迅速打开了一个柜子。 刚解决完这只丧尸,房间的门快要顶不住了,一大波丧尸随时会闯进来,迫于无奈。 大伙一个接一个地躲进停尸柜里,而最后一个柜子却躺了个丧尸。 情急之下,莫菲让卧轮躺进停尸袋内,替他拉上拉链后,自己站在了原地,他知道这些丧尸一定不会攻击自己。 正如他所想,这群丧尸把自己当成了同类,他看向躲在停尸柜里的队友,选择不再留守此处。 他行走在密密麻麻的尸群之中,这些丧尸甚至对他产生一丝敬畏,他从未有过这种奇妙的感觉。 迷茫的莫菲站在尸群的高处,他已不知自己到底是否还是人类。 此时两只丧尸呆呆地看着莫菲,像是看到什么稀罕物一样,突然他发现有个楼房的玻璃格外晃眼,也许那里还有人类。 莫菲立即赶了过去,想着给朋友们搜刮一些食物,但门口一只丧尸挡住了他。 来到二楼后,里面竟然有一对瑟瑟发抖的母女,她毫不犹豫地拿起地上的书包,搜刮起母女俩的水和食物,女人见状拿起匕首站了起来,而莫菲冲着她摇了摇头,女人果然吓得不敢再动。 当她搜刮干净准备离开时,女人叫住了她。 莫菲没有回头,留下来的只有无尽的绝望,莫菲来到楼下,看到守在门外的这只丧尸,忽然想到了什么,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房门,给了丧尸一个眼神示意。 丧尸静止走进了房间,同样发抖的还有躲在停尸柜里的队友,这里的丧尸群迟迟不见腿,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突然,有幽闭恐惧症的卷毛慌了,她上诞试图冲出去,结果被群尸分尸,终于失朝缓缓退去,街道上只剩下一个人, 还剩下一些零散的丧尸,此时停尸房里还剩下一只丧尸,她似乎发现了躲在停尸袋里的卧鱼,莫菲赶到,大声呵斥丧尸,赶走了她,确认安全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路的磨练终于让莫菲意识到自身使命的重要性,众人休息好后,再次踏上前往加州的路程,这座米国的标志性雕塑,竟然被人涂鸦成了丧尸的样子,因为迷路他们走到了一个野外工厂,想着里面肯定有大量的补给,于是老白翘开� 闯进工厂,突然,一只发着绿光的丧尸走了过来,他们连忙躲了起来,之前从未见过这种丧尸,就在这危急时刻,莫菲走火了,丧尸闻着气味走了过来,老白一锤将这只丧尸放饱,众人看着这浑身绿光的丧尸,都一脸疑惑,突然又冲出来几只丧尸,而外面进来两个穿防护服的人,他们警告沃伦等人迅速离开,不要触碰任何东西,原来这里的核反应堆发生了泄漏,而那些发光的丧尸就是沾到了辐射,妇女两人带他们来 到自己的家,大叔说核反应堆心两天内就会爆炸,步行根本走不出辐射范围,而现在还有唯一一架飞机,众人商议后决定,先让米利开飞机提前带走莫菲,沃伦等人则尝试去关闭核电站,可飞机其实已经没有了,沃伦决定让飞机发动机改成烧酒精的,再用收集到的福特加做燃料,改装后的飞机开始还算顺利,可半途遇到气流,当场坠毁在树林中,好在莫菲生命力顽强,可米利的胸口被刺穿,变成了丧尸, 莫菲捡起石头本想示意仁慈,而丧尸却下意识地抬起胳膊躲壁,他一脸不可置信,接着把手放了下来,而丧尸也跟着放下了手,他再次摸头,丧尸也重复着他的动作,莫菲一脸的不知所措,看着眼前这只小可爱,他不忍心再痛下杀手,在飞机上找出自己可爱的书包后,准备回去和同伴一起解决辐射丧尸,可这只丧尸竟然也跟在莫菲的后面,他一停下来,这只小可爱也停了下来,莫菲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与此同时,沃伦向北极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那些全身发光的丧尸是什么情况 北极的西蒙查询得知,原来这些丧尸受到了辐射的感染,皮肤上培养出了线虫细菌,首次出现是在日本的福岛 千万不能触碰丧尸 以及被他们喷剑到 核电站这边 一万和老马准备去关停堆新反应 但途中却遭遇几只辐射丧尸 老马的防护服被咬了一个洞 在高辐射的环境下 老马基本等同于死亡 一万在老马身上看到了死去父亲的影子 早有惺惺相惜之感 当老马将要完成关闭反应堆的时候 他让一万待会给予自己仁慈 因为他不想成为丧尸的一员 可曾亲手处决过父亲的一万怎么也下不去手 但就在老马彻底关停反应后 他却解开了身上的安全绳 直接坠落到了冷却池中 一万一脸悲伤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但得知老马的死讯后 没有人为此感到高兴 这时沃伦开车赶了过来 却没了需要护送的人 就在这时 众人看到身后的米莉本想给予仁慈 莫菲却上前阻止说他没有攻击性 并且似乎拥有些许的自我意识 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米莉甚至做出了挥手的动作 他们一行人在笔直的马路上前行 突然路边出现了一个男孩 男孩告诉沃伦 他离开避难所要去隔壁城市寻找爸爸 沃伦和男孩进行了交易 只要带小队去避难所 就开车送他去找爸爸 在男孩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个只收留女人的避难所 此时避难所里的头领走了出来 头领得知了沃伦的情况后 表示很欢迎他们进入营地 但其他男人一律禁止入内 于是女人们先进去休整一下 莫菲他们则守在外面 而其中一个守卫审美独特 似乎看上了莫菲 营地里小桥流水 鸟语花香 俨然一副室外桃源的样子 女人们在这里耕作 抵御丧尸丝毫不亚于男人 这里的头领对沃伦等人非常热情 给他们提供了水和食物 并给卡拉治疗被感染的伤腿 而在漠视下足够的安全 更令人不安 营地的外面 金发女端来两盘食物送给男人们 接着静止向莫菲走过去 莫菲通过眼神知道了女人的目的 莫菲呵斥旁边的一万离开 两人接着在小帐篷中 如同干柴玉烈火 酒汗逢干铃 另一边 营地的成员姐就回了一个女孩 还有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 显然这位女孩是被家暴了 沃伦正疑惑他们会怎么惩治男人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先是被自己的妻子用电棍垫了几下 然后被推进了官有丧师兄的牢房中 专门用来惩罚这些男性暴力狂 看到这一幕的沃伦准备叫上红姐一起离开 但营地头领又找到他们 声称成员又发现了虐待女人的暴力男 红姐当即决定出手帮忙 他们一路狂飙 假装车子坏在了半路 很快有三个暴力男上钩了 他们以为自己遇到了桃花玉 放松了警惕 随即埋伏在旁边的枪手出动 很快就控制住了这三个男人 他们将这几个男人用钢丝绑在一起 并解决其中一人让他变成丧尸 到那时剩下的人自然会凉凉 回到营地后 沃伦赶到这伙人的做法有些过激 准备叫上卡拉和红姐一起离开 可红姐却在头领的洗脑下 打算长久留在此处生活 营地外面 刚和莫菲办完大事的金发女春风得意 突然被先前的暴力男抓住 她挟持着金发女来到营地 声称一定要进入营地报仇 千军一发之际 艾迪突然从旁边给了男人一枪 但她来这的目的主要是带走红姐 可红姐已经决意留在此处 艾迪想追过去却被守卫一枪打中 沃伦连忙把她接上车 可愤怒的艾迪依旧不甘心 为了找红姐她宁可跳车 沃伦再次想要阻止她 可她却直接掏出了枪 沃伦只能眼睁睁看着艾迪跑回去 伴随着几声枪响 没人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 而和莫菲为爱鼓掌的金发女竟然怀伤了 此时沃伦一行人距离实验室仅剩150英里 可卡拉的伤口却出现恶化 他们必须尽快前往实验室获得治疗 当他们抵达实验室时 映入眼帘的净是一群发呆的丧尸 里面似乎有东西一直在吸引着他们 莫菲让朋友们紧贴着自己走 这些丧尸也没有发起攻击 似乎在忌惮着什么 莫菲像是丧尸的大哥一般 缓慢地将队友送进研究所 这里便是研究丧尸疫苗的实验室 可明显他们来到不久前就已经沦陷 一阵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原来是西蒙黑进了这里的电脑 他们看到了研究丧尸疫苗的视频 不仅拿动物做实验 更是拿活人当作实验体 可日期竟是丧尸病毒爆发的前一年 还没爆发就研究疫苗 肯定有什么阴谋 于是众人决定继续深入 寻找视频里的女博士 不仅要用莫菲体内的丧尸抗体研制出疫苗 也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北极的西蒙突然告诉众人 想要进入内部实验室 必须要进行全身消毒 否则这里将会受到战术和打击 众人只好照做 当几人进行消毒后 卡拉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 一万把他放在床上 给他留了一把枪一颗子弹 在小队一一进行告别后 莫菲最后一个进入房间 摸了摸卡拉的脸微微一笑 接着一行人顺着血迹 来到了实验室的最深处 他们竟然看到了一个半截没死的活人 他看到有人走过来 挣扎着点开了电脑视频 视频里的他被医生强行注射了药剂 随着药效发作视频也被终止 结果却是这副样子 仅剩半个身体的男人 用微弱的气息请求莫菲杀了自己 突然电脑上出现了西蒙 他警告众人有三个人走了过来 原来是那个抽水爱好者光头医生 他要带走莫菲到另一个实验室研究 北极这边 西蒙查找资料 发现光头医生被多国通缉 专门在各国进行反人类病毒实验 莫菲准备给予一号实验体人词 而对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莫菲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光头 西蒙也控制了电脑 将光头的身份告诉众人 就在双方对峙之时 卡拉从门缝里走了出来 但他的脸上多了一个咬痕 此时莫菲说了一句 被咬后的卡拉战力大增 爆发出异于常人的战斗能力 莫菲趁混乱逃了出去 当他来到大门口后 西蒙叫住了他 让他赶紧进行消毒 否则将会触发和打击 而此时的莫菲不愿再相信任何人 莫菲麻木地呆愣在原地 突然光头一声冲了过来 情急之下 莫菲强行打开了大门 而这也触发了核武器 一枚核弹冲上了天际 接着所有核弹也纷纷升空 等他们落地的时候 这片土地可能都将被摧 地球的北极指挥中心 检测到一枚核弹正向此处飞来 基地的反导弹系统自动开启 一颗反导弹与飞来的核弹撞击 瞬间光芒四射 可核爆的冲击波还是波及到了基地 同时在核爆的热流影响下 此前坠机而变成丧尸的士兵解冻 他们循着气息冲向了基地 西蒙只好爬到高处阻击丧尸 但枪法实在不咋地 一枪也没命中 他只好向指挥室里逃亡 可这些刚解冻的丧尸异常凶猛 西蒙差点葬身失口 当丧尸全部解决之后 他向全球频道发出广播 把拥有丧尸抗体的莫菲 带到加州实验室的人 不仅能优先接种疫苗 还可以获得大量财富 小队这边 他们已经逃离核爆中心 巨大的蘑菇云在远处升起 但爆炸的冲击波威力也不小 沃轮一个飘移进入隧道 车子也随着爆炸而翻车 好在他们一行人活了下来 可外面的世界已经千疮百孔 不知有多少人在这场爆炸中丧生 车祸后的老白三人弹尽两绝 因为老白身体受伤 沃轮决定独自去寻找帮助和粮食 可长途的奔袭还是搜寻无果 不想变成丧尸的他 决定自我了断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求救声 原来一群丧尸正在围攻一个女孩 看到这一幕的沃轮 暴力地解决了所有丧尸 接着因为体力耗尽而昏厥 等他醒来时 已经在小女孩的家里 而他的父母也拿出了存粮表示感谢 沃轮提出要离开与队友会合 女孩的父亲拿出地图告诉他 核爆辐射尘埃都在哪里 沃轮向他们保证 一定会将莫菲带到研究所 研制出病毒疫苗拯救人类 另一边 艾迪找到了红姐 显然那个末世女儿伯已经沦陷 凶手竟是之前被赶走的男孩 而和莫菲为爱补长的金发姐 此时已经挺起了大肚子 艾迪和红姐准备在废弃场搜寻物资 突然被冲出来的丧尸纠缠 危急关头一颗子弹飞来 原来是一万和老白 他们骑着摩托车 正好又碰到了往回走的沃轮 小队成员再次集结 接着他们开车来到镇上 这里有很多赏金猎人寻找莫菲 沃轮觉得想要找到莫菲 就要以莫菲的方式思考 正巧一万发现路边有个猛男俱乐部 他觉得莫菲一定在这里 没想到还真让他猜中了